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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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在单波路由选择中 路由器收到报文之后 我虽然查看三层报头 但我只重点查看什么 这个报文要去哪里 我只关心报文的发送方向 而主播正好相反 一台路由器呢 收到了一个主播流量 在我关心通过哪个接口 把这个报文发走之前 我还要更关心这个报文呢 是由哪里发送过来 能理解吧 好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主播组的信源 他呢 在不停的发送主播流量 我们这边呢 有两台路由器 R1和R2 下游呢 连接了一个 MA网段 由我们的接收者 PC 好 假定R1和R2呢 已经运行了正确的 主播流程的协议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服务器发下来 主播流量 正常的发 应该是同时发给R1和R2吧 并且发送报文是完全相同的 那这个时候 如果R1和R2 都把报文 比如说 转发给一台中间节点R3 啊 我连接画错了 他们之间应该是没有直连的 由我们的R3 来连接这个目的网段 R3 好 那我R1和R2 是否正常情况 都会把主播流量 转发给R3啊 是吧 那这个时候我R3 收到了R1和R2 发送过来的流量 我是否都会把它们 转发给下游网段 那如果是基于IGP单波的理解的话 是会这样的吧 是吧 但是基于主播这样行不行 这样就产生什么 Duplicate报文了吧 我们称之为叫重复报文 这个重复报文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我们主播传递 出现很多的问题是吧 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一台路由器对于一个主播组的服务器而言 我能够接收你的主播流量 但并不是我通过每个接口收到你的流量 都要帮你转发下去 我们可以这么判断吧 一台路由器对于一个主播组信员 我尤其只有一个接口能够接收到你的主播流量 对于这个接口 当我收到你的主播流量之后 我可以帮你转发下去 而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是吧 重复报文吧 所以基于这点了解啊 我们来重新分析一下 我们说了 在你运行主播路由器的协议的时候 我路由器收到的主播流量 更加关注报文从哪里来 目的呢 就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重复报文问题 那既然我们说了 你一台路由器对于一个主播组信员 你只有通过一个接口 接收它的报文的时候 我可以帮你转发下去是吧 那那个接口到底该怎样去判断呢 我怎么知道对于你个服务器 我通过哪个接口收到你的报文 该帮你转发下去 这是需要一套原则的 这个原则我们称之为叫RPF教验 在这里呢一定要强调一点啊 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 你一台路由器收到了一个主播报文 我必须要先进行RPF教验 来确定我哪个接口收到你的流量的时候 这个流量我是可以帮你转发的 而我哪个接口收到你的流量 在我接收的一瞬间 我就要把你的流量给丢弃 可以吧 这个原则呢RPF教验 非常重要 而这个RPF教验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一台路由器确定 对于一个主播组服务器信源的RPF接口 这个RPF接口就是 当我选出了这个接口之后 只有通过这个接口 我收到了该服务器 发送主播流量的时候 我可以帮你转发下去 而对于所有其他的非RPF接口 我就只能把流量接收的时候 就丢弃掉 可以吧 好那我们先看了 假设没有这个RPF教验 我们在一个主播域内 转发主播流量 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这边呢 是一个主播组信源 它的IP地址呢 是这个地址 而我呢 现在开始放主播流量 到达第一条路由器 第一条路由器 它会这样转发 貌似到目前为止 这种转发都是正确的吧 是吧 而流量如果到达这台路由器 该路由器会这么转发 它会往上吧 而这台路由器呢 它会往下吧 是吧 如果没有这个RPF原则 我们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在这个路由选择域内 如果出现冗余路径 如果我们的路由器之间的连接呢 形成了一个环 那我们的主播流量呢 在转发的过程中呢 会在这个环中 永无止境传下去 这就不单单是一个 重复报文的问题了吧 这很可能会导致什么 我们的转发环路吧 是吧 所以RPF教验呢 不但用来防止我们的重复报文 还用来解决 我们的主播传输的 一个环路问题 可以吧 好 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RPF是怎么选的 这套片呢 虽然也描述了选举原则 但是这个选举原则呢 不太给力 我来给大家重新的描述一遍 RPF教验 一台路由器收到了一个主播组信员 发送的主播流量 首先确定一点 这个主播流量肯定携带三层封装吧 目的IP地址肯定是一个主播组地址 而原IP地址呢 就是这个信员发送主播流量的接口的IP地址是吧 好 关注一下这个报文的原IP地址啊 好在这里注意了 当路由器收到了该主播流量 这个信员 会提取三层爆头 原IP地址 并且在其单波路由表内查找是否拥有去网信员所在网段的单波路由条目 如果没有 则该路由器对于该组播组信员 没有RPF接口 报文直接在接收接口 被丢弃 被丢弃 如果该路由器路由表内拥有去网信员所在网段的单波路由 则查看该路由对应的出占接口和接收到该报文的接口是否为同一个接口 如果是则转发该报文 如果不是则丢弃该报文 能明白什么叫RPF教验吗 我一个主播组信员 我不管你IP地址是什么 只要你发送主播流量到达我路由器 我路由器在接收接口收到这个报文之后 立刻提取它的三层爆头的原IP地址 并且在我的单波路由表中找是否拥有去网你这个IP所在网段的单波路由条目 如果没有那直接教验就失败了 你报文呢一被接收直接被丢弃 不可能被转发 那如果有呢我就要查看我这个路由条目肯定会对应一个发包接口吧 我这个路由条目所对应的发包接口和我接收到组播组流量这个接口是否为同一个接口 如果是RPF教验成功 我呢会把报文转发出去 如果不是呢那RPF教验失败 而这个报文呢同样会被丢弃 能理解吧 那换言之 一台路由器对于一个组播组信源服务器而言 我的RPF接口是什么 就是我去往你所在网段的单波路由表所对应的出接口啊 我这个接口接收到你发送组播流量 那就是RPF教验成功 如果不是呢那就是RPF教验失败 好接下来通过胶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判断到底是怎样做的 我们假定呢该路由器运行了OSPF 那此时呢在我的单波路由表中呢肯定有相应的路由条目了 有这么三条可以吧 那此时呢我一个组播组服务器开始发送组播流量 这个服务器呢假定发包接口的IP地址是这个地址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该报文通过我的SERA领口进入 我会查看我本地呢有没有去往151.10.3.0网段路条目 我们会发现有这么一条主币类路由是吧 那最起码该路由表明这个服务器对于该路由器而言是可答的吧 而这个时候我这个路由条目对应的出接口是哪个接口啊 SERA1吧我是通过哪个接口收到你发的组播流量的 SERA0吧教验成功了吗 失败了吧所以这个报文呢他会直接的丢弃可以吧 那成功的教验是什么样呢 哎比如说我通过SERA1口收到了这个组播流量 而这个时候在我的单波路由表里面 去往这个服务器的单波路由条目的出接口 是不是就是SERA1口 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教验有没有成功啊 成功了吧 那既然成功了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帮你把这个报文呢 通过其他起用我们的组播流行的协议的接口转发出去 能理解吧 这就是一个RPF教验 注意啊非常重要 我一台路由器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 我收到了一个组播报文 我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RPF调验 目的就是两点 第一个是防止重复包 第二个是解决我们的组播转发的环路 可以吧 好那接下来关于这个RPF接口 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一台路由器 我只有一个RPF接口 这个说法对的还是错的 一台路由器只有一个RPF接口 这个说法对的还是错的 为什么错的 这个RPF接口到底什么概念 是一台路由器对于一台服务器而言 我的RPF接口只有一个 而发送组播组流量服务器可能只有一台吗 他们的IP地址可能一样吗 不可能是吧 所以基于这一点 我一台路由器不会是只有一个RPF接口 但是对于一个组播组信员而言 我尤其只有一个RPF接口 能理解吧 好一定要注意这概念 那接下来基于这个RPF的概念 我给大家扩展一下 扩展什么呢 就是要扩展 在拥有冗余并且拥有我们的负载均衡的环境下 我们这个RPF接口到底该怎样选择 我们来画张图 这边呢是一个组播组服务器 是我们的South 它的地址呢 假设是1.1.1.1 对吧 我下游呢连接了第一条路由器 R1 R1呢 使用我们的以太网连接 连接到R2 并且呢 R1之间还有R2 还通过我们的什么 真中计 彼此互联 好 就是基于这么一个情况 假如说 在这个域内呢 我们运行的是一个OSPF 我想问一下 对于该组播组信源 R2的RPF接口 是哪个接口 对于该组播组服务器而言 R 它的RPF接口 应该是哪个接口 左边的还是右边的 右边的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虽然R可以通过R1 获系去往这个网站楼条目 是通过两个不同路径的吧 但是通过左边的路径 度量值应该多少 假设这是一个百兆以太网段 这也是一个百兆以太网段 左边的路径应该就是 10加64吧 74吧 知道怎么算的吗 度量值会算吗 是吧 串口64吧 是吧 百兆以太网段是10吧 10加64 从左边是74 是吧 右边呢 10加10 是不是20啊 那我哪条路 条目加表 肯定是右边的吗 是吧 好 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那接下来如果换一个协议 我们把OSPF换成RipVR 好 好 那这个时候R对于该组博组信员 我的RPF接口又是哪个 是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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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运行Rip呀 那这个时候R去往这个一网段路由条目 应该负载均衡了吧 是吧 都是几条 都是一条吗 你通过左边走也一条 你通过右边走也一条 那这个时候我路由表显示的是个负载均衡条目吧 好 那我也问了 那你呢 基于这个负载均衡能否理解为R对于该组博组信员 我有两个RPF接口 不可能吧 我说过RPF接口一台路由器对于一个服务器而言 尤其也只有一个吧 那这个时候这两个接口我选择哪个作为RPF接口 我作为哪个 我选哪个做 好 在这里注意了 RPF接口选举呢 如果遇到了负载均衡路条目的时候 我们比的是这些初战接口的IP地址 能理解吧 初战IP地址 初战接口IP地址越小 该接口 越有可能 那不对 不是越小 越大 该接口 越有可能成为 RPF接口 能理解吧 就是当我一台路由器呢 去往信源所在网段单波路由器条目实现了负载均衡 那这个时候呢 在这些初战接口中 我们也一定要确定什么 确定一个唯一的RPF接口 而这个时候呢 确定RPF接口的方式就是 比较这些初战接口的IP地址 哪个地址大 哪个就成为RPF接口 对啊 R 你以为我在问什么 R1 肯定是问R啊 我这个路由条目的初战接口写的肯定是我本地的接口 肯定是我本地的嘛 是吧 你R 你路由条目关联的下一跳是R1 而你关联初战接口肯定是我本地接口 我就比较这些初战接口的IP地址大小 谁大 谁成为RPF接口 可以吧 有这么概念 好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胶片上呢 哎 貌似好像没有写 貌似没有写 这个没有写 那没有写我们就不管了 那接下来呢 基于这个描述了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假如说 我这个上游呢 有两台服务器 这台呢 是原1 我们再来个原2 这两台服务器呢 他们地址分别是1.1.1.1 以及1.1.1.2 对吧 假如说呢 他们这两台服务器 发送的是相同的组博流量 去往相同的组博组地址 那这个时候 假如说我在R2上有这么一个需求 我的需求是说 原1 他发送的流量走 右边过来 原2 发送的流量 我们走左边过来 我希望基于不同的服务器 实现一个负载均衡 能不能实现 能不能实现 能实现还是不能实现 好 你告诉我怎么实现 不同的元 不同的元 不同接口 你是指修改我们的路由条目 怎么修改 写静态可以吧 你在R2上写静态可以吧 那如果这边有一百个元呢 有一百个元 有一百个元 你写一百条静态 可能吗 如果这路径中有一百台路由器呢 你每台路由器写一百条静态 可能吗 这个不可行啊 有什么其他办法 如果你们要说把协议从RipVR改为OSPF 那这个时候肯定全部优选右边 如果你改为Rip 我们确定接口IP地址大小之后 肯定是全部走接口地址大的 那我怎样选择 来自于同一个网段的不同的元 发送主播流量 能够一个走左边 一个走右边 怎么实现 对啊 他负载均衡 你使用RipVR肯定负载均衡 怎么做 好 我来教大家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呢 交片也没有提 叫做主播静态路由 主播静态路由 这个主播静态路由呢 语法很简单啊 IPMroot 注意啊 是IPMroot 后面呢 加地址 后面呢 加研码 然后呢 后面加接口 非常简单的书写语法 跟我们的单波静态路由一样 全局配置模式配 但是呢 首先注意点啊 单波静态路由呢 跟主播静态路由 有本质的区别 单波静态路由 干嘛呢 让我们路由器转发报文使用的吧 而主播静态路由 你创建了这个条目之后 不是用来帮助我们转发主播路由信息的 不是让我们用来转发什么 主播报文的 而是用来干嘛呢 注意啊 它只有一个用途 主播静态路由的用途就是 确定一台路由器 对于一个主播组信源的 RPF接口 能理解吧 使用该主播静态路由 就是为了改选我们的RPF接口 怎么改选 我们这边是不是要写个地址啊 你们现在可以猜了 这个地址应该是什么地址 这个地址是个目的地址还是个原地址 应该是个原地址啊 什么原地址 就是主播组服务器的信源地址啊 能理解吧 研码呢 确定我们这个地址段的范围吧 是吧 如果你要精确匹配一个信源呢 我这个研码就写为全一 是不可以啊 而这个接口呢 这个接口就是我 关于该主播组信源的RPF接口 能理解吧 好我来配给大家看一下 IP Mroot 按照我们这个例子就是说 1.1.1.2 是吧 研码32位 后面呢 哪个接口啊 我们就假定 右边的接口比左边的IP地址高 那左边这个sera零扣吧 可以吧 sera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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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呢也非常的实用 再次强调一下 该路由条目能不能转发我们的主播报文 转发不了啊 它不是用来转发主播报文的 它仅仅是用来确定我们的 RPF接口 可以吧 好我们来试一下 show ip mroot show ip mroot static 可以吧 那这边呢也能显示出来吧 是吧 管理距离是0 这边注意一下 单波静态路由管理距离是1 阻波静态路由管理距离是0 可以吧 好这个呢还是比较给力的 没问题吧 好简单给大家提一下 那关于我们的RPF确定没问题了 是吧 好 接下来呢 就是重点的介绍我们的 阻波录损的协议了 这个组波录损的协议呢 由于我们只讲PIM啊 那也不用绕弯了 我们在一个路由选择域内呢 部署了我们的PIM 在部署PIM的时候呢 路由器转发组波报文的时候 使用的结构呢 是竖型结构 这个竖型结构 咱们已经不是第一天接触了吧 我们在之前讲OSPF 和ISI的时候 是不是学过一个数啊 这是什么数啊 SPF数是吧 这个数就是取决于我们的OSPF 和ISI的算法是吧 这个算法在计算最优路径的时候 怎么算 把每台路由器当作根 然后呢计算去往每个目的网段的 最优路径 这个最优路径就是开销最小的路径是吧 好 这是第一颗数 而今天呢 要给大家带来两颗新的数 这两颗新的数呢 就是当路由器使用PIM的时候 我们转发组波流量 所使用的不同的竖型结构 这个竖型结构有两个 一个是原数 原数还有一个名称 叫最短路径数 简称SPT 另一种数 叫做共享数 共享数 也有一个别名 叫RPT数 RPT 这个RP呢 我们称之为叫random point random point 这个random 它是一个法语单词 这个单词呢 翻译成中文叫约会的意思 但是呢 在我们这里面就不要翻译成约会了 我们可以翻译成叫集合 RP就是集合点 能理解吧 在这里注意啊 每种数都有两种叫法 第一棵树 叫圆树 也叫最短路径数 第二棵树 叫共享树 也叫random point 树 RPT数 可以吧 好 这两种竖型结构呢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PIM的两种不同模式 一种模式 我们称为叫做dance mode 叫密集模式 另一种模式 叫spas mode 我们称之为叫稀疏模式 那这里呢 简单给大家做个对应 密集模式 对应的是元数 也叫spanning tree 也叫做short spas tree 可以吧 而我们的spas mode 对应的模式 就是我们的共享树 也叫rpt数 卡住了 延迟太厉害了 卡爆了 是不是谁在下顺雷啊 不过今天好像网速是比较卡 比较卡是吧 比较卡大家忍一忍吧 没事反正有录像 好 这里面对应关系记一下 是吧 dance mode 叫密集模式 密集模式呢 对应的竖型结构 叫圆数 圆数 也叫最短路径数 吸收模式 对应的竖型结构 叫共享树 共享树 也叫rpt数 可以吧 好 接下来看一下 从简单的看 先从我们的最短路径数 这个最短路径数 想要生成 需要什么条件呢 需要条件就是 所有路路器呢 启用我们的pim的 dance mode 密集模式 当我们所有路由器呢 启用了dance模式之后呢 我们之间会基于dance模式 建一个邻居 建完邻居之后呢 我们这所有路由器呢 就已经收敛了 在这里注意啊 单波路由型的协议 和主播路由型的协议呢 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我们在运行单波路由型的协议的时候 路由器之间建完邻居 是不是要传路由了 是吧 是一定会传的吧 而主播完全不同 我们在运行主播路选的协议的时候 我们建立完邻居 你建好邻居之后 我们的路由表象肯定是空的 我们主播路由表象 不是通过这个主播协议 来传路由的 相反 我们路由 是只有在数据层面 收到主播组流量的时候 才会生成 相应的主播路由表象 能理解吧 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啊 单波跟主播差距很大 单波是先有路由表象 我才能够基于路由表象 来帮你转发报文 而主播是你运行了协议之后 我们只是见邻居 见完邻居后呢 不传我们的路由的 路由什么会有啊 当我收到了主播组的数据层面流量的时候 接收者就会在本地的主播路由表中 生成相应的路由表象 能理解吧 它是先有数据层面 再有控制层面 跟单波呢 正好相反 好 在这里注意啊 什么时候这些路由去会有表象呢 我们来介绍拓谱 拓谱呢 这边画两个信源是吧 一个是信源一 一个是信源二 下面呢 有两个接收者 一个是接收者一 一个是接收者 好 假定呢 元一和元二 他们发送相同的数据流量呢 去往相同的主播组地址 这两台信源之间呢 做的是一个冗余备份的工作 可以吧 那当然了 他们俩呢 平常都会发送相应的主播报文吧 是吧 好 在这里看啊 当我路由器A 收到了信源一 发送的主播流量之后 由于我运行的是PIM的 Decimal的吧 这个时候呢 我会通过所有其他接口 把这个流量呢 转发下去 那当然了 流量会转发给C和B B呢 会把流量转发给D D呢 会转发给C和F F呢 会通过这个接口 转发出去 而这个时候呢 C可以通过A和D 收到相同流量 基于我们的RPF算法教验 应该是这个接口 是我们的RPF接口吧 所以呢 这边收到流量被丢弃 而C呢 收到这个流量之后 会通过这个接口 转发出去 以及这个接口 然后呢 流量最终到达E E再通过下游的接口 把流量转发下去 可以吧 那基于我们这个圆 到这两个接收者之间的路径 我们来看了 路径应该是哪条 路径是不是应该是 这一条啊 是吧 这条路径 你们觉得是一条 什么样的路径 就是从原1 到达这两个接收者的 最短路径吧 你们找到更短了吗 我找到 那这个时候 圆2是不是也在发 圆2把流量发给F F这个时候第一条路去吧 F会把流量转发给D D呢 把流量转发给C和B B呢 把流量转发给A A呢 转发给C和上游 是吧 那这个时候 C又能够通过D和A 收到了圆2发的流量吧 那这个时候 基于RPF计算 你们觉得 C这个时候 对于圆2的流量 我哪个接口 是RPF接口 那明显应该是 右边这个是吧 那这个时候 我C只会接收 这边过来流量 而这边呢 会被丢弃掉 而对于这股流量呢 我是通过下游 这样发一击 这样发 那基于我的描述 圆2 从信源到达接收者 路径是哪条 应该是这条吧 那基于我的描述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 这个最短路径数 跟我们的信源 有没有什么关联 我们的这个转发 树形结构 跟我们的信源 本身 也有没有什么关联 大家应该很简单 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吧 在运行 圆树的环境中 就是一个圆 对应一棵树嘛 这个树是什么 从圆到达目的地 路径最短的 这棵树吧 是吧 这相当于是 我们的圆树的优势吧 而圆树缺陷 我们之前说过了 你一台运行 祖波路径型的 协计路径器 只有当你收到 祖波流量的时候 我会形成 祖波路表象 是吧 这个祖波路表象 在圆树环境中 会形成什么样的表象呢 会形成 类似于这样的表象 这里注意啊 你每台启用 圆树的路径器 或者说 启用PIM的 Dence Mode的路径器 只要你收到了 信源发送 祖波流量 在你接收到 那一刻起 我们的祖波路表象中呢 就会多出一个 S G的表象 这个S 什么意思啊 就是 祖波组 信源地址吧 而G呢 就是 祖波组流量 发往的 祖波组地址吧 是吧 比如说 我这个圆一 它的IP地址是 1.1.1.1 它发送 祖波组流量 去往R4.1.1.1 可以吧 那这个时候 我这些路径中的路径器 收到了原一发送流量 我本地祖波路表中 应该生成什么样表象 一个括号 S吧 S是什么 1.1.1.1吧 G呢 R4.1.1.1 可以吧 好 当然了 这个表象呢 仅仅算是个标题啊 在这个表象下面呢 还会包含什么 我对于这个 祖波组服务器的 RPF接口 也就是我通过 哪个接口 收你的流量 是吧 以及我收到流量之后 通过哪些接口 帮你把流量 转发下去 可以吧 好 这一个表象呢 大概占几百K 差不多是三百多K 没问题吧 并且呢 下面一个接收接口 一个转发接口 每个接口表象 各占一百五十字节 所以说 基于我们张图 A对于该表象 应该占多少字节 一百五乘三是吧 再加上三百五吧 那就是四百五加三百五 差不多是八百K吧 是吧 八百K字节 好 那这时候 你信元一发了 你信元二是不是也要发 你信元二发的时候 每台接收到流量漏漏器 是不是在祖博漏漏表中 又要多一个表象 这个表象是什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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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个逗号 24.1.1.1 可以吧 好 那基于我的描述 大家觉得 使用元数 它的劣势是什么 它的缺陷是什么 由于你每个元都能够对应一棵树 那你路由器收到了每个信元发送祖博流量 我都会在祖博漏表中生成相应的表象是吧 那你祖博组信元随着数量越来越多 我们路由器就要耗费越来越多的内存资源来维护的表象吧 这样的我们路由器越多信元越多对于我们的资源的开销是不是就越大了是吧浪费资源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所以基于这点呢我们来对最短路径数来下个结论吧 它有什么特点 一共就三个特点吧 第一个特点是一个圆一棵树 第二个特点是从圆到达目的地的这个最短路径数肯定是距离最短的吧 是吧 然后呢 圆数伴随着网络环境越来越大 路由器越来越多 信元服务器越来越多 每台路由器它的表象开销也会越来越庞大 可以了那当然了相比它的缺点它的优点有点微不足道是吧 这个缺点非常影响我们的网络的可用性吧 所以说呢一般情况元数呢我们研究的不多 因为现在的环境中用的很少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来取代我们的元数 取代我们元数的就是共享数 共享数我们也称之为叫rpt是吧 这个rprp我们称为叫集合点是吧 这个集合点什么概念呢 其实这个集合点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组波路由选择域内的某台路由器的某个接口 可以吧 这个rp呢是需要我们管理员人为定义的 你可以定义为任何一台路由器 假定在我们张图中拓骨是一样的 而我们这时候呢 把d定义为了一个rp 是吧 d是rp 那这个时候呢组波组信源是不是放送流量了 当你们发送流量的时候 如果这是个元数 我第一跳路由器收到流量 我会第一个考虑什么 把报文转发给接收者是吧 而在我们的共享数环境中呢 在这里注意啊 我第一跳路由器收到了信源发送组波流量 我不是第一时间往我们的接收者转发 相反我会把信源发送流量呢 全部先转发到rp上 在rp上呢 我们所有组波流量集个合 再由rp 把我们的组波流量下放给下游的路由器 直到我们的最终接收者 那这个时候我想问了 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 对于我们张拓博而言 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 对于路由器c和e而言 我收到的组波流量是元一发的 还是元二发的重不重要 不重要吧 不管你是哪个信源发的 都是由rp给我转发过来的吧 是吧 那这个时候我想问了 你c和e在我的组波流表象中 还是否需要拥有south comma g的表象 就是我们的s comma g的表象 这样的表象 需不需要 不需要是吧 因为我c和d根本就不关心你信源在哪里 不管你信源在哪里 我的流量都是由d给我们转发过来的 这也就是说 使用这个最短 使用我们这个共享数 好处是节约在哪里 节约在这一块了吧 从rp到达我们最后一条路由器 所有的路由器上 他们收到组波流量的时候 都只会形成这么一个表象 这个表象 我们称之为叫star comma g star我们已经见到很多了吧 什么时候用心啊 匹配所有的时候用心吧 是吧 这个star comma g代表的是 来自于任意的信源 也可以理解为来自于所有信源 而g呢 依旧是什么 这些信源发送的目的 组波组地址吧 是吧 因为c和e 他们收到组波流量 都是d给我们转发的 所以说呢 c和e 他们不需要知道信源在哪里 因此呢 c和e收到组波流量之后 在我们的组波路由器表中 永远只会生成一个star comma g的表象 用来表示 我不关心 圆在哪里 我只关心流量 发给那个组波组 可以吧 那再来看我们的描述了 我们在一个组波域内 使用我们的共享数 这个共享数 它从哪到哪 是不是从信源 到达我们接触者 不是的吧 我们这共享数是从rp 到达我们接收者的吧 而从我们的信源 到达我们的rp这段 依旧是我们的元数吧 是吧 所以说呢 这里注意啊 共享数不是一个完整的分发数啊 这共享数分段的 分哪两段呢 一个是从元到rp 一个从rp到接收者 rp到接收者 使用的是真正的什么 共享数 而从元到rp呢 依旧使用的是什么 元数 能理解吧 而这条路径上 所有路由器 收到组波组信源的流量 表象都会声称什么 s 的表象 而不管怎么样 使用这样做 好处是什么 你rp到达接收者之间 途经的路由器数量越多 我们这些路由器的表象 就可以得以保证了吧 是吧 不管你有多少元 只要你发流量 我收到之后 都只会形成一个 star commergy的表象 可以吧 好 但是发现啊 除了这个优势之外 我们的共享数 是不是有缺陷 它的缺陷在哪里 我们发现这时候 使用共享数 从信源发送流量 到达我们接收者 使用的什么路径 是不是最优的 不是最优的吧 是自由路径 自由路径可能会导致什么 高延迟吧 高抖动吧 是吧 那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这里注意啊 PIM呢 它也有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使用共享数的时候 只有第一个组博报文 会实现这种自由路径转发 而当我们实现了一个数型结构 切换之后 从第二份组博报文开始 我们的流量呢 依旧会使用最短路径去转发 能理解吧 当然了 这个机制咱们稍后再谈 可以吧 先有这么概念 没问题吧 一个叫元数 一个叫共享数 可以吧 好 继续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PIM这个协议吧 PIM这个协议呢 一共分为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呢 是版本一 一个版本是版本二 当前呢 我们使用的比较多的是版本二 可以吧 PIM版本二呢 是一个业界标准的协议 这个协议呢 它分为两种模式 也是刚才我跟大家提过的 一个叫做吸收模式 定义在RFC的R362 一个叫密集模式 是我们的英特王草案 在这边呢 业界环境中 用的最多的 你猜是哪种 Dance模式 还是SpaS模式 你们都认为SpaS模式是吧 好 错了 其实PIM呢 有三种模式 PIM还有一种模式 叫做SpaS Dance Mode 好吧 我比较喜欢 批你们是吧 好 一个杂合体模式 既是SpaS又是Dance 这个模式咱们先不提 因为现在我们还是菜尼了 菜尼要阶段 先学简单的 好吧 那基于对比 我们的Dance模式 SpaS模式呢 在业界用的比较多的是SpaS模式 但是这里一定要注意 业界真正用的最多的是SpaS Dance模式 可以吧 叫SpaS Dance模式 叫做西书密集模式 没问题吧 好 这个SpaS模式对应的什么呢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元数是吧 也叫做Spt数 Dance模式呢 SpaS模式对应的是共享数啊 叫Rpt数 而Dance模式呢 对应的是元数 也叫Spt数 可以吧 下面这些协议呢 由于当前用的非常少啊 我们呢 基本就无视了 那接下来关于PIM 我们来继续看 在运行PIM的时候 我们说过 它跟所有的单波路由选择协议一样 是吧 你要先建邻居吧 建邻居使用什么建 发哈喽是吧 好 先来描述一下 PIM的哈喽包封装嘛 其实我在问 PIM是个几层协议 好 现在你们猜吧 你们猜它是个几层协议 好 第一个就猜错了 继续猜 七层 又猜错 继续猜 四层啊 注意啊 它跟我们的OSP API加IP一样 是个四层协议 PIM的载荷呢 是直接封装在IP报头内 可以吧 好 既然又是一个对应IP封装协议啊 那这个协议是不是要对应一个上层的协议号 这个协议号有点几啊 IGMP12是吧 PIM呢 PIM的上层协议号是13啊 大家记一下 我在NA中给大家讲过的 是吧 它的上层协议号是13 在这里注意啊 你路由器之间呢 运行了PIM 在我们能够传递主播 主播报文之前 一定要让路由器之间呢 基于PIM建立一个临界关系 这个临界关系呢 就是通过HALO来建 注意这个HALO呢 它也是以主播形式发送 发送地址上午我也谈过了 R24.0.0.13 基于这个主播报文的目的地址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被保留的列入本地地址吧 这说明了这个报文传递的时候 只能传一跳吧 那基于这点我们知道 你路由器之间想建立PIM的邻居 怎么建 一定要直连建立是吧 那我们之间直连建邻居 我们的连接有两种类型吧 一个是使用点到点连接 一个是使用MA连接是吧 在这里呢注意啊 PIM可能是学我们的OSPF 你在点到点建邻居 和我们的MA网段建邻居呢 是有差别的 点到点就是一路建下去 直到建好 而在我们的MA网段呢 建邻居之前 一定要选择一个DR 能理解吧 这个DR呢 我们就称之为叫指定路由器 这个指定路由器怎么选呢 第一步比较就是 该网段内 所有连接这个网段的接口的 PIM的优先级 可以吧 优先级值越高 接口越有可能成为什么 这个网段DR 如果优先级一样呢 缺省的V1啊 如果优先级一样呢 再比接口的IP地址 谁的IP地址更高 谁就是什么 我们的DR 选出DR干嘛用呢 上午也刚说过是吧 我们在IgMPv2中 是不是有一个查询者的概念 而IgMPv1有没有 没有是吧 IgMPv1在一个MA网段内 如果选不住查询者 那这个时候 就由我们的PIM的DR 来充当查询者 那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基于DR和查询者 我来混合在一起 问答一个问题啊 两台路由器 我们之间连接MA网段 假如说你是Ig1 你是Ig2 我的接口是 1.1.1.1 我的接口是1.1.1.2 假设我们之间运行是IgMPv2 那这个时候 这两台路由器 谁成为查询者 谁成为查询者 如果按照DR的选举的话 R是DR吧 毋庸置疑吧 如果按照IgMPv2的选举 R1肯定是 查询者吧 那在IgMPv2中 到底哪给力啊 DR给力 还是查询者给力 谁成为真正意义上查询者 注意啊 是R1啊 为什么 你本身就有这个机制了 你需不需要借助我们的DR 不需要 所以说DR呢 在我们当前理解中呢 只有IgMPv1有用 IgMPv2 你根本就不用管它 没任何意义 能理解吧 好 在这边呢 注意啊 我们OSPF 在MA网段里面 建邻居 是不是有一个DR 还有个BDR 而我们的PIM呢 选DR跟那个ISIS比较像 只有一个DR 没有BDR 能理解吧 并且呢 选举有点不同 不同什么呢 OSPF 只选举一个周期吧 而PIM DR的选举 是实时选举 你任何时候 一台路由器 连接到这个网段 我只要把我的接口的优先级改高 我都可以抢占什么 DR的位置 这就是说 在PIM中 DR是可抢占的 那还有概念 在OSPF中 DR是一台路由器的概念 还是一个接口的概念 是个接口的概念吧 我每个MA网段 都要选一个DR BDR是吧 那对于PIM呢 一样 也是一个接口概念 我在这个MA网段 要选一个DR 我在其他的MA网段 我还要选DR 每个MA网段 我都要选出一个 唯一的DR 可以吧 在这里注意一下 而DR呢 跟OSPF最后一个区别 OSPF接口的优先级 如果为0 能不能选DR BDR 选不了是吧 而PIM呢 是可以的 这一点 跟我们的ISIS是一样 可以吧 好 接下来关于我们的邻居建立呢 我们再次 重点的剖析一下 对于所有的单波的IGP 我们建完邻居 是不是就完事 不是是吧 我们建完邻居之后 要通过周期性的 发送哈罗来维护 临界关系是吧 大家觉得PIM要不要 我们能不能说是 建完邻居 你就永远是我邻居了 不行吧 我要追踪 临界关系状态是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PIM的哈罗也会对应 一个hold time 这个hold time的 一般的协议是乘三 是吧 OSPF是个特例乘四 PIM就是个坑爹的特例 它乘以3.5 好 这个3.5一乘的得出的结果 是1分45秒 你们给你算 自己算一算 是吧 105秒 你两台东西建邻居 如果105秒内 我没有通过邻居收到 哈罗报文 我们的临界关系就到了 再次提一下 PIM见邻居 会不会传路由啊 不传路由啊 什么时候路由会产生啊 就是当我收到了数据层面的 主播报文的时候 我才会怎么着 形成路由表象 那接下来我问大家 那既然你PIM都不传路由 我运行你PIM干嘛 好 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跟他提一下 两点 运行PIM的 运行PIM后 路由器接口的工作改变 首先 对于第一跳路由器 接收 主播流浪接口 如果该接口 没有启用PIM 则 无论 收到 什么主播报文 都会 都会 本地 拆包后 将 报文丢弃 可以吧 第二点 对于 最后一跳路由器 连接 接收者 所在 网段 接口 如果该接口 没有启用PIM 则 路由器 不会周期性 发送 IGMP的 Query 可以吧 第三个 对于中间路由器 彼此互联的 物理接口 如果没有启用PIM 这些路由器 不会通过 任何接口 转发 任何 祖播报 知道为什么要启用PIM了吗 如果你一个接口 没有启用PIM 你收到任何祖播流量 直接本地拆包丢弃了 如果你一台中间路由器 收到祖播流量 你在接收接口启用 而你其他接口 没有启用 怎么办 你不可能转发 能理解吧 对于最后一跳路 武器 你连接接收者 所在网段 接口 你没有启用PIM 那这个时候 这个接口 不会发查询包 能理解吧 所以说呢 想要运行 祖播 我们需要保证 PIM怎么启用 PIM怎么启用 应该在整个路由 选择域内的 所有物理接口上 都要启用嘛 是吧 如果你不启用 你祖播能不能顺利传下去 传不下去的 可以吧 而这个时候 见邻居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为了保障 我这个接口 转发的祖播报文 到达链路对端 我的对端 邻居接口 能够正常的 接收这个报文吧 是吧 能理解吧 没问题吧 好 继续 他这边呢 也没有给我们一张 瘦的表啊 那接下来 我们来随便起 给他瘦一下吧 算了 不起 稍后做时间 再讲吧 好 先到这边 歇会 好 咱们接着往下看 接着呢 就是重点的看一下 我们这个Dance模式呢 和我们的Space模式 在运作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 我们需要注意 首先呢 就是先从简单的 Dance模式来提 这个Dance模式呢 在这个Team的模式 被开发初期呢 我们的开发者 就是这样定义 我们这个模式的 他会假想 什么情况下 需要使用这种模式 就是在我们整个 路由选择域内 95%以上的PC呢 都是组播组流量的 接收者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使用Dance模式 这个95%什么概念 大家可以理解为 基本上 整网只要是PC 都要接收组播组流量 是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这个Dance模式呢 是基于一个推模型 来运作的 这个推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不提啊 先来把Dance模式 和我们的 这个Push模型 以及我们的分发数 来做一个对应 Dance 叫DM DM呢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Push 对应的是我们的 SPT数 也就是我们的 元数 可以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ush模型呢 它到底 是什么样的 公布原理 这边呢 涉及到了一个 初始泛红 这个初始泛红呢 仅仅是一个名词啊 大家先记住 我们假定 这张图中呢 这边有一个 组播组信源 这下面呢 是我们的组播组流量的接收者 那这个时候 当我们在所有路由器上 都部署了PIM DM之后 等我们临阶 关键 建立完毕 我们的协议呢 收敛的时候 我们的信源呢 开始发送 主播流量 这个主播流量呢 到达我们的 第一条路由器 第一条路由器呢 会通过所有的接口 把这个流量呢 泛红下去 所有接收到 该泛红流量 路由器呢 都会通过 所有其他接口 再把这个流量 依次的泛红下去 这个流量呢 会瞬间泛红到 网络中的 每个网队 能理解吧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叫 初始泛红 而这呢 也就是我们的 push原理 那基于我的描述 大家分析一下 什么叫push 就是只要你 组播组信源 开始发送 主播流量 我不管下游 有没有接收者 我都一股脑的 先把流量 给你泼下去是吧 好 那这个时候 我帮你把流量 泼下去 那在我们这个 拓补中 是不是只有这个 网段里面 有接收者 所有其他网段 都没有接收者 那这个时候 你无谓的 把流量 泼下去 仅仅是浪费 我们带宽而已的 那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这个dance模式 怎样做一个 补救方式呢 这个补救方式就是 如果一台路由器 判断它的下游 没有 组播组成员 我会呢 通过接收 组播流量的 RPF接口 返向 发送一个什么 发送这么一个 prong报文 这个prong报文呢 是我们的PIM的 DM的一个 专享报文啊 这个报文 我们称之为 叫剪裁报文 这个剪裁报文 发送什么目的呢 就是该路由器 告诉上游 转发 组播流量 路由器说 本地呢 没有接收者 请你不要再 通过这个接口 给我发送 组播流量 能理解吧 那当然了 通过这个prong报文 传递呢 我们使用DM 初始泛红的路径 就开始被修剪了吧 修剪到最后的结果是吧 我真正的流量 就只会通过 下游这条路径 发送给我们的接收者吧 是吧 那当然了 需要注意 我一个接口 收到了prong报文之后 我会停止 转发 组播流量吧 是吧 但我会永远 永远停止吧 不会吧 因为这不符合 我们的DM设计原理吧 我们的DM的设计原理 就是你全网95%以上 都是组播组成员吧 是吧 天知道 当我这个接口被阻塞之后 多久之后 我的邻居 又会连接组播组 组成员呢 那这个时候注意了 当我一个接口 收到了一个prong报文之后 我会在这个接口呢 开启个计时器 这个计时器呢 缺省值是180秒 这180秒描述什么呢 就是当我收到了 一个prong报文之后 在180秒内 我都不会再通过这个接口 发送任何的组播流量 但是180秒 计时器一旦过期 怎么办 我这个prong的效果 就消失了 我会立即的再通过这个接口 去发送我们的组播流量 那这个时候 如果下游已经有了接收者 那我的流量呢 就顺利就泼下去了 那如果这个时候 下游依旧没有接收症 它会再次返还一个prong上来 那基于我们的描述 PIM的DM是怎么运作的 可以理解为是 每三分钟一次的泛红和修剪的过程 是吧 没问题吧 重新提一遍啊 PIMDM的push模型怎么工作的 就是在初始的情况下 只要PIM的邻居建立完毕 那只要组播组信员 发送组播流量 每台路由器收到之后 都会默认通过所有 其他的起用PIM的接口 来把流量泼下去 而这样泼下去会导致 我们大量的链路带宽 被我们占用了 是吧 而这个时候 如果一台路由器发现 我的下游呢 没有连接组播组成员 我会通过我的RPF接口 反向的发送pro报文 路由器呢 只要通过接口收到pro报文 会开启一个180秒到计时器 这个计时器过期之前 我通过这个接口 无法再转发我们的组播流量 当这个计时器过期了呢 我会立即再次将组播流量 泼下去 而这个时候 下游如果依旧没有组播组成员 它会继续给我反航pro 所以说 这就是一个三分钟一次的 泛红与修剪过程 可以吧 好 那基于我的描述 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刚刚说过 当一台路由器发现 它下游没有相应的组播组成员 这个是怎么发现的 怎么发现的 我怎么知道 我下游有没有组播组成员 上午的课忘光了 通过IGMP吧 我通过IGMP是不是能得知 我下游有没有相应组播组成员了 是吧 我只要收到了report报文 那就是有啊 我没收到呢 那是不是就是 没有啊 能理解吧 在这里再次确认一下 这个最后一条路由器是什么概念 只要我连接PC 那这个时候 我就是最后一条路由器 能理解吧 好 在这里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呢 基于我们的PIMDM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好吧 先画一下拓补吧 拓补是什么样呢 我得要先研究一下 vap 嗯 这就是一个 祖波拓步 在这里面呢 R3我们充当的是一个 祖波组的信源 他的地址呢 我们就按照常规地址来看吧 然后呢 他发送祖波组流量 去往R4 1.1.1 然后呢 R他是一个祖波组的接收者 我接收 发往R4.1.1的流量 然后呢 真正的祖波逻辑 就是R1 R4 R5 还有Switch1 可以吧 我们之间呢 运行一个PIMDM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简单的做要部署吧 地址还按照我们的老规矩来啊 我标一下接口啊 这边是F0-1 这边也是F0-0 这边呢 Serial 0 这边是Serial 0 这边是Serial 1 这边是Serial 0 这边是FA的0-0 这边呢 是FA的0-1 可以吧 好 我得要先画一个未来 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得要先画一个未来的 这边是F0-1 是F0-1 这边是F0-1 是F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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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呢 起一下我们的中级链路 好 继续配 继续配 很 нес Jennifer 继续配 继续配 可ст 字幕提供 感谢观看 好地址呢 全部配完了 接下来呢还是好习惯 咱们来聘一下直连 好吧 好那首先呢咱们在 R5上聘一下R1H3 大家注意 在真机上做实验的时候 一定要养成个好习惯 配完地址先聘直连 好点三通了 点一也通了 R1 聘 Switch1 也通了 PIN R4 啊 R4是没有起地址吗 啊果然 R4还没有配置 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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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6 R5 R5 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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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聘一下 聘2 聘1同了再聘2 R地址起错 好都通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所有的基础配置都配完了 接下来在启用PIM DM之前 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在部署PIM之前先要做什么 先要做什么 我们要不要做一个IGP 要不要做一个单波的IGP 有没有必要 有必要吧 好 如果不做会导致什么问题 如果不做R3发送的祖博组流量 到达R5 R5会不会转发 R5是会转发的吧 因为RPF教育肯定正确嘛 我通过这个接口进入 而这个接口有一条直连路由吧 正好指向你 而R5把这个祖博报文发给R1呢 R1有没有去往35网络路由 如果没有的话 那RPF教育肯定失败吧 所以说呢 跟部署BGP一样 在我们部署祖博之前 也要保证什么 我们单波的路由选择 已经收敛了 能理解吧 这是一个基本条件 没问题吧 好 那在部署IGP的时候 R5要不要把35网络 宣告进来 35网络 要还不要 一定要要吧 你不宣告你R1没有路由嘛 你Switch1和R4是不是都没有路由 你没路由 你怎么访问这个园呢 你访问不了园 我们RPS教育是不是就失败了 是吧 好 那你R4要不要把24网络 你R4要不要把这个24网络 这就没有必要了吧 因为我说过 你原想要发送 主播流浪给目的地 你原需不需要知道 目的地在哪里 不需要知道吧 我只有往这个主播组去发 我的接收者只要加入这个主播组 我就能收了吧 是吧 能理解吧 所以说呢 R4网络 你可宣告 可不宣告 而35网络 是一定要宣告的 为了解决就是RPS教育 可以吧 好 选一个IGP吧 运行什么 运行SPF啊 可以啊 好 嗯 我就不宣告二次网顿了吧 是吧 我就不宣告二次网顿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坐等邻居建立啊 在邻居建立之前呢 我们先来运行一个PIM 对吧 这个PIM 我们来看一下 该怎么运行 在哪些接口上运行 首先先看R5吧 R5运行PIM 连接R3的接口 要不要运行 要还是不要 一定要吧 因为我刚刚跟NAMM描述过吧 你如果连接信源的接口 没有运行PIM 你这个接口 收到任何组播流量 都会本地拆包 然后丢弃吧 是吧 你只有运行了PIM 才能转发 那R5连接R1接口要不要 也要吧 你不运行 我R5收到组播流量 怎么给你R1转发 那你R1连R5的接口要不要 要吧 R1连接Switch1接口呢 也要吧 连接R4接口呢 是不是也要吧 R4连接R1接口呢 也要 R4连接R2接口 要不要 对啊 R4连接R2接口要不要 也要吧 为什么要 你不要你怎么发送 IGMP的Quarrable 是吧 能理解吗 好 我们来运行 运行之前 注意像叫什么 IP Maticaster Routing吧 是吧 IPP DanceMod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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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啊 在交换机上 启用组波路选择的鞋子时候 后面要跟一个什么 distributed 这是交换机跟路由器的区别啊 路由器直接前半段就可以了 交换机后面加一个后缀 可以吧 这时候呢 我switch1时下35602 我直接把我的FA0-1口 起为一个三通接口 所以说呢 这个接口大家可以理解为 跟我们的路由器接口一样 可以直接配置pim 可以吧 好 配完pim之后呢 我们回到I1 先收一下单波路由 show ip入草 显示我们的单波路由表 现在有了什么 35网段是吧 有了4网段 5网段 6网段 可以吧 该有的都有了 但是没有什么 没有24网段 是吧 好 这无所谓啊 有没有 show ip pim 这条命令 检查我们的pim邻居 show ip pim 那这把显示出来什么 就是我直连的 pim邻居的邻居接口 ip地址是吧 这看到了吧 这是switch1吧 这是r4吧 这是r5啊 地址跟我们起的概念一样的吧 而这个呢 本地连接这些邻居的接口啊 是吧 本地连接该邻居的接口 uptime什么意思啊 自从建立邻居开始计时 我们的邻居关系已经维持了多长时间 而这边呢 多久之后超时吧 默认是1分45秒 当前使用的pim版本吧 版本啊 没问题吧 好 接下来这是什么 我的邻居接口的pim的优先级吧 然后这边还有个d啊 这什么意思啊 我跟switch1之间建邻居使用是百兆一趟网口吧 这是个ma网段 ma网段建邻居是不是一定要选dr 是吧 而这个时候选dr先比优先级再比什么 接口ip地值大家发现 dr是谁啊 drswitch1吧 描述的是邻居啊 后面是个s s什么意思 s什么意思 你们千万不要给我回答成spas mode 因为我们当前起的是什么 起的是dance mode是吧 好 这个s呢 代表叫做状态可刷新啊 什么叫状态可刷新啊 其实原因很简单啊 我们的ping在ma网段建邻居的时候 什么叫选dr 这个状态和刷新 就是跟我们的dr选举呢 有些关系的 我们在选dr的时候之前说过 先比优先级再比ip地值是吧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在一些早期的pim的设计中呢 我们选dr那个时候只看ip地值大小 早期开发的pim机制呢 没有优先机制概念 这导致有一些路由器呢 如果lsp较低 它运行的是一些早期版本的pimVR 那这个时候呢 它选dr是不能够识别我们优先级的 如果你能识别优先级 你就会打一个s 如果你不能识别呢 如果你不能识别 你会打个n 能理解吧 n是什么意思 n代表 它只能够通过修改接口地址 来改选我们的dr 能理解吧 那一般呢 脚老期的楼期呢 在邻居显示里面会打n 而新式的呢 都会打s 可以吧 最后还可能会出现一个b 这个b是什么意思 这个b呢 是一个高级的pim应用 我们称为叫做双向pim 这个双向pim呢 我们不管在什么课里面都不会接触到 只给大家提个概念 它是一个pim的高级应用 在我们的sp环境中呢 会研究的比较深 这边呢 如果我的邻居开启了bidirectionalpim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邻居的标识后面就会打b 可以吧 通常我们的普通的pim邻居打的就是s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此时此刻 r3不要坑爹啊 r3千万不要坑爹 我把r3接口地区给清一下 好 现在呢 我放心了 现在呢 我们r3是一个组播组服务器信员是吧 先把它模拟为pc吧 怎么你啊 把它的ip路由选择功能给关闭是吧 好 接下来我需要它发送什么 组播流量了吧 怎么发 怎么发 我可不能给路由器装个软件吧 是吧 那我怎样让r3发送组播流量 非常好 ping是不是就可以啊 我ping一个地址 是不是就算是发组播流量 好 我pingr4.1.1.1代表什么意思 我就是向这个组播组来发ICMP的echo request报文吧 是吧 我这个报文以组播形式发送 路由器呢 帮我们转发 发给一个组 如果这个组呢 有接收者 并且他拥有去往原的路由 那怎么办 他收到这个echo request之后 会给我们回复一个echo reply 那这个时候 我就会显示 ping通了 那当然了 在我ping之前呢 我们得要先检查一下 我们的组播路由表象 我们之前说过 你ping见邻居之后 怎么着 你传不传组播路由 你不传是吧 那你不传组播路由 那这个时候 我默认受我们的组播路由表象 应该是什么 应该空的吧 是吧 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先把网关指一下 我们在r2上也指一下 加组的命令一样的 我先把组加上去 接下来呢 我们沿途一台一台路去 收啊 检查组播路由表命令这样 收IP amroot 说了 只要出现这个的 一概无事吧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是不是空的 是吧 组播路由表象 跟我们的单播路由表象 是不是一样 前面一大堆的标识符 下面就是什么 我们的一条一条路 调不了吧 r5没有 r1呢 是不是也没有啊 r4呢 也没有吧 r4怎么会有这个 r4怎么会有这个 啊 这不正常 啊 知道r4为什么会有吗 因为r4此时作为最后跳路器 我是不是已经收到了 r给我发送的 IGMP的组播组成员这个通话了 是吧 我已经映射这么个表象了吗 那我映射这个表象 他现在呢 你做好准备了 当我通过某种接口 收到了符合rpf教验 组播流量之后 我就会给这个网站发了 能理解吧 这个表象呢 目前不能够转发这个流量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STAR COMMERG 是吧 好 继续 Switch1 show IP Mroot 可以吧 也没表象 那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Ping了 在R3上 Ping 是R3吧 Ping r4.1.1.1 回车 我们会发现 收到了一个回复吧 这里注意啊 你Ping单播呢 跟Ping主播 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Ping单播 你默认发五个包是吧 Ping不同是点 Ping通是感单号 而你Ping主播呢 你Ping通了 显示的效果非常类似 用的Windows显示 这个代表就是 Ping通了 我收到了谁 给我回复的 Aquip reply 这是谁啊 这是不是就R 是吧 在这里注意啊 你Ping通了 代表我们的Aquip request 发给这个组播组 相应的组员收到了 而这个组员呢 拥有去往信源的 回报路由 他把报文呢 又回给我们 那这个时候 当我们收到了Aquip reply之后 我们就显示个表象 而Ping通呢 一样是一个点 注意Ping主播一次 只会Ping一个包 可以吧 好 我们Ping过之后 我们到所有路由器上 看一下 showip mroot 大家发现 表象是不是跟刚才不一样 那首先我们先来关注 这么一个表象 这是什么 这是 star 冒号 24.1.1.1 是吧 那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啊 我们说过 你启用了 dance模式是吧 我们运行的是原数吧 我们使用原数转发报文 每台路由器数据层面 只要收到子博流量 会形成什么 source commergy的表象是吧 而你现在这个 star commergy的表象 哪来的 好 注意啊 这是 主播通用原则的一条 主播通用原则中呢 只要你一台路由器 在我的 主播路由器中 拥有source commergy的表象 我会对应该表象呢 自动生成一个 starcommergy的表象 可以了 这个表象是我自动生成的 而这个表象呢 不用于转发任何 主播报文 他仅仅告知我们 哪些出接口启用了 ping 能理解吧 而真正转发流量是哪个 是这个条目 这个条目后面有个标识 标识的是t 这个t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来看一下t的描述 t叫做spt比特之位 什么叫spt比特之位啊 代表这个表象的存在 已经是建立好了什么 我们的元数了吧 是吧 t代表元数已经建立 那接下来看一下 使用这个表象 怎么转发 首先这个表象告诉路由器 你收到组播流量 是由他发的 发往这个组播组地址 这个流量的rpf接口 是哪个接口啊 fa的0-0口 怎么选呢 我不多言了 接下来呢 你通过这个rpf接口 收到这个组播组星员 发送流量 你通过哪个接口转发 sera0-0吧 是不是 是吧 r5应该是通过sera0-0 发给r1吧 好 我们再到r1上 show show ip mroot 一样 关于这个 star comma g 我们看 我们就看这个south comma g 我们会发现啊 在这个south comma g中呢 我们的outgoing接口 多了一个接口是吧 一个是fa0-0 一个是sera0-0-0 而他们俩的状态不一样 哎 那状态怎么会一样 那这你们坑爹了 那状态不应该一样 等一下 我小小的做一些手脚 我小小的做一些手脚 好 先把干杀档给杀档 接下来我再来收 他怎么还是可以啊 这个不对啊 我们来清一下 clear ip mroot 使用这条命令 来清我们的表现 接下来我来检查page啊 今天是让我们用过r1 r2和r3是吧 我们在r2上看一下 我们来show up r2是没问题的 我们在switch1上修改一下接口的page interface fa的0-0-1 0-2和0-5用了 那就是0-3和0-4没有用 shut up shut up 好 我们再来试一下 show ip mroot 好表象自动消失了 这里注意啊 你pin完之后呢 过一段时间 我们的表象会自动消失啊 所以说呢 我让他一直pin repeat 我让他pin1000个宝 好 开始 我们再按上show一下 show ip mroot 好 这就对了 我们正点看这个表象 大家发现在这个表象中呢 我们的outgoing接口例子里面 多了两个接口是吧 一个是fa0-0口 一个是serial 0-0-0口是吧 而这两个接口状态是不是不太一样 serial 0-0-0口是forward的是吧 而我们这个fa0-0口呢 是pron是吧 这个pron什么意思啊 就是被剪裁了吧 并且我这边有计时器 第一个计时器描述 我通过这个接口启用pim不长时间 第二个计时器表示 什么 这边是全灵吧 这边是两分钟五十八秒 什么意思啊 我们来回顾一下dance mode的工作原理吧 我初始范侯会把流量 通过所有可以转发接口 都转发出去是吧 那就是说 报文转发给R1之后 R1呢 会向上转发给switch1 会向下转发给R4 而转发给R4 R4下游有接收者吧 接收者就是R2 而向上转发给switch1呢 switch1上游有没有接收者 没有了吧 是吧 你没有接收者 switch1他会给R1反反应是什么 prom报文是吧 R1只要通过这个接口收到prom报文之后 我这个接口在我们的show ipmroof中呢 就会显示一个prom 而我也说过 这个prom状态呢 它不会拥有继续 不会永远继续 它会持续一段时间吧 持续一段时间 三分钟 只要这个是计时器过期 我立即又会通过这个接口什么 转发组博流量 直到我收到下一个prom报文 那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描述发现 你在DM模式中 你即便一个接口被prom 这个接口在我们的show ipmroof中 一样能够显示出来是吧 你这一个接口列表就是150k 能理解吧 那基于这点我们知道 你使用DM对我们的录音器的消耗 还是非常大的吧 是吧 相当大 那接下来我们在R4上收一下 show ipmroot R4比较正常了吧 只有这么一个接口 并且处于转发状态 注意啊 如果你一个接口处于转发状态 我后面的时间呢 就是全零 后面时间不为全零的时候 代表这个接口被prom 能理解吧 好 很简单的例子 能看懂吗 那我们总结一下实验原则吧 实验原则第一步是什么 先启用IGP 重要的是把信源所在的网段 宣告进我们的IGP进程 而接收者所在网段呢 你可接收 可不接收 第二步呢 启用PIM 启用PIM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所有路由器的物理接口 都要启用 能理解吧 尤其关注是第一条和最后一条 第一条连接信源的接口 一定要启用 最后一条连接接收者的接口 也一定要启用 能理解吧 你如果少了启用的话 会导致我们的组播流量就不通 那最后一条它不是R4发给 R4发给R2 最后一条 那一个是R4 是R4 那R2 用这个号发 1块 什么叫R2给R4发 块包 是R4给R2发 块包 你R4这个接口 不启用PIM的话 你R4就没有办法给R2 发送块包 能理解吧 在这个架构中 R2是台PC R4是台路路器 而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条路路器 对吧 能理解吗 好 在这边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刚才我在R3上 一直有聘一个组博组地址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我聘出了点 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我聘出的是点 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我聘出点代表不通 那这个不通 是否可以理解为 我接收者收不到组博流量 如果我聘一个组博组地址 出现点 那是否可以理解为 组博部署失败 未必是吧 原因是什么 还是要理解聘吧 聘是怎么交互的 你给目的地发送一个 AQ Request 目的地给你返还一个 AQ Replay 你AQ Request 被目的节点收到 你又收到目的节点返回的 AQ Replay 那这个时候 我会显示通是吧 而你不通 可能会什么原因 有可能是 你的AQ Request 根本没过去是吧 而有可能是什么 你的AQ Request过去了 接收者没有你的回报路由 发不回来 能理解吧 所以说呢 不要一看聘不通一个组博组地址 就一定要问 是否组博没有部署正确 很多的时候 你组博部署正确了 就是聘不通的 为什么 你视频服务器 发送组博流量 你接收者需要回报给服务器吗 不需要吧 我只要收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收我的组博服务 是不是已经不说好了 我不需要你回报 能理解吧 在这里注意 组博跟单博 有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区别 这个区别就是 单博想要通信 原目必须互通 而组博需要通信 80%以上 是只要信源能够通接收者就可以了 接收者是否通信源 没有任何关系 而在这里 我聘一个组博包 我发出去的时候 AQ Request 是以组博发的 而AQ Replay呢 AQ Replay 是以单博回的 能理解吧 因为我组博的request里面 包含一个原地址吧 我接收者要回这个AQ Replay 是回给我的单博地址 所以说你PIN一个组博包 PIN出去 是组博 收回来 是单博 接收者 没有去往你的单博 很正常 能理解吧 没有任何好奇怪 可以了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实验 好 接下来咱们继续 来一个稍微难一点 这个DM太简单了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个 稍微复杂一点 PIN的 Spasmo 请不要读SM 好 首先看一下 运行PIN SM 我们整个域内 分发数呢 分为两段是吧 从组博组信源 到达RP 是什么 元数是吧 从RP到达接收者 是共享数 可以吧 他呢 设计这个模式的设计家 在设计这个模式之前 的假想 这个模式呢 适用于这么一个场合 生产核 就是在该环境中呢 只有5%不到的PC 是组博组流量的接收者 那大家觉得 对于这样的环境 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模型 好 注意啊 我们呢 PIN Spasmo 使用的是 拉模型 Dance模式 使用的是推模型 是吧 Spas模式 使用的是拉模型 这个拉模型 还有Spas模式 还有我们的RPT数呢 我们也来做个对应 可以吧 你使用PIM的SM 对应的是POR 对应的竖型结构 是什么 RPT加SpT 可以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拉模型 到底是怎样做 什么叫拉 好 在这里注意啊 咱们不要看胶片上 什么买方卖方啊 来听我讲就行了 还是这张图 拓不一样 发送者呢 还在这边 接收者呢 还在下边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先不考虑 发送方 可以吧 我们先来考虑 接收方 我想问一下 在这个环境中 如果接收方 你存在 接收方PC 会发送什么 IGMP的 Membership Report报文吧 这个报文呢 会发给我们的 最后跳路器 该路由器收到这个报文之后 在我们的 IGMP表象中呢 是一定会形成一个什么 组表象吧 好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在所有路由器上 启用了PMSL 这最后跳路由器呢 当我们生成了 IGMP的组表象之后 会立即的 发送 Source STACOMERG的一个教育 STACOMERG的一个教育 这个教育呢 就表明了 该路由器知道 下游有PC 想要加入某个组播组 但这个时候 组播组信员还没有发送流量 是吧 我并不知道信员在哪里 所以说呢 我就要发送这个 STACOMERG的教育 来告知 我们到达RP的沿途 所有路由器 我这边已经有接收者 能理解吧 那当然了 理所当然 这个STACOMERG的教育 也会沿着我们的RPT数 一直的发向给我们的RP 可以吧 RP呢 收到这个STACOMERG的教育 就已经会记录信息了 这个信息什么呢 就是该组播组域内 已经有某个成员 想要加入某个组播组 可以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没有发送者 发送任何流量 我们的一棵树 是不是已经形成了 哪棵树 就是我们的RPT数 在这里注意啊 RPT数需不需要依赖于 组播组信员 不需要 我依赖的什么 是组播组的接收者 只要你有组播组接收者 那这个时候 最后条路由器 就会发送STACOMERG的教育 STACOMERG教育 途经的所有路由器 直到我们的RP 就会形成什么 我们的RPT数 可以吧 我们的共享数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信员 此时呢 信员开始发送什么 流量了吧 流量是不是要到达 第一条路由器啊 我们之前说过 第一条路由器 收到组播组信员 发送流量 会不会直接发给接收者 不会吧 在这边呢 我第一条路由器 在收到组播组服务器 发送流量的时候 我需要借助RP帮我确认这么一点 哪一点呢 就是域内有没有该组播组的成员 能理解吧 那怎么确认呢 我们这第一条路由器 会立即的将这个源发送的第一份组播报文 封装成一个单播的注册包 然后呢 把这个包发送给我们的RP 能理解吧 这个包呢 是由一个组播包 重新封装成的单播包 能理解吧 举个例子 我们VOIP流量怎么封装呢 VOIP 前端是RTP 再前端是UDP 再前端是IP 然后呢 是我们的以太网针头 FCS 这是我们标准的信源发送的一个组播流量 是吧 现在呢 我第一条路由器收到这个包之后 我把这个包呢 完整的作为一个PIM的载盒 然后呢 封装进我们的一个PIM包中去 相当于是在前端添加一个什么 IP爆头 再添加一个R层的针头 最后呢 再添加一个FCS 相当于是把我们原始的这个什么 组播针吧 当做我们的PIM载盒 封装成一个单播的注册针 然后呢 把这个注册针呢 发给RP 这个针发给RP 相当于是第一条路由器 再问RP什么呢 再问RP 请问这个域内 有没有人想要接收 发往这个组播组的流量 换言之就是想问 这个组播组内 有没有活动的成员 可以吧 那当然了 对于RP而言我的回答就有两种了 要么有 要么没有 那对于我们刚才这个例子 有没有 是不是已经有了 那这个时候呢 RP收到这个注册包之后呢 会把这个包 重新的拆封装成我们的组播包 能理解吧 就把前面拆掉 后面也拆掉 还原成组播包 按照我们的RPT数呢 就这么发下去 可以吧 而我发下去的同时呢 RP要做另一件事情 就是向我们的第一条路由器 发送South CommerG的交易 好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刚才最后一条路由器 发送去ScommerG 而是StarcommerG的 而我RP发送去ScommerG 原因很简单吧 原因是我刚才最后一条路由器 收到了IGMP的通告报文的时候 我只知道 我下游有PC要加入组播组 组播组服务器地址在哪里 我知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 而这时候RP知不知道 RP知道吧 我RP刚刚收到了一个注册包吧 这个注册包就是通过一个真实的 组播报文重新封装的吧 是吧 所以说呢 我RP是知道信任在哪里 而这个时候 RP得知下游有接收者 RP呢 就会发送South CommerG的交易 给我们第一条路由器 干嘛 就是告诉第一条路由器 请你不要再把这个组播报文 封装成单波给我发了 请你直接把报文 以原数的形式 使用组播给我传递过来 能理解吧 好 那与此同时呢 第一条路由器收到这个South CommerG的交易 它就会既给RP发单波的注册包 又给RP发什么 组播的报文吧 是吧 那这个时候明显已经是什么了 明显已经是重复报文了吧 我不需要重复报文吧 那怎么办 RP需要告诉第一条路由器 你别再给我发什么 别再给我发单波注册了吧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RP会给第一条路由器 再发送一个单波报文 这个单波报文 我们称之为叫South CommerG的 Register Stop 叫停止注册报文 就是告诉你第一条路由器 请你别再给我发送单波的注册包了 因为你的组播流量已经可以直接通过元数来给我发送 可以吧 那我们真实的组播流浪路径就是这条路径 问一下 是最优的吗 明显不是是吧 最优应该是下面这条路径吧 好 不要急 当我这个流量通过元数和共享数发给我们的接收者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经过最后一条路由器 这最后一条路由器 只要收到了一份组播报文之后 我就会实现一个数型结构的切换 这个切换就是把我当前所处的这个共享数 切换成一颗路径最短的元数 而这个切换呢 取决一个预值 预值知道吧 Threshold 以前我喜欢读作叫法指 其实叫预值啊 这个预值呢 缺少就是0KBPS 就是当你收到的组播流量速率 高于0KBPS的时候 我就要开始执行切换 那我想问了 你有可能低预值的值 你收到一个包就不止0KBPS了 是吧 所以当你收到第一份组播流量的时候 我就会立即执行这个切换 这个切换怎么切换呢 这个时候你最后跳路由器 是不是收到了我们组播组信员发送流量 我是不是知道组播组信员在哪里 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使用South Commergy的教育 沿途呢 一跳一跳的把这个报文 发给我们的第一跳路由器 以建立从第一跳路由器 到达我本地的什么 最短路径数吧 而沿途报文肯定会发给他吧 那他是比较尴尬的 他在正常的RPT路径中 应该是把报文发给RP吧 而在切换后的SPT中 应该把报文发给什么 左边路由器吧 那这个时候呢 他会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把South Commergy的教育 继续沿途发给左边路由器 与此同时 他会发送一个 South Commergy的RP置位的 Prom报文 给我们的RP 告知他 请你别再通过共享数 给我发送流量 而这个切换会导致什么呢 会导致我们一颗新的 最短路径数建立完毕 而我们的共享数呢 就已经消失了 能理解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PIM的SM的 一个工作流程 这个流程 我再重新给大家提一遍 相当的复杂 首先 在主播组信员 发送主播流量之前 只要域内有PC 要加入一个主播组 他就发送report报文 我最后一条路由器呢 就能够得知这个信息 得知这个信息的最后条路由器 会生成South Commergy的教育 把这个教育呢 沿途发给我们的RP 告知RP 域内拥有该主播组的接收者 接下来信员开始发送流量 信员发送流量呢 到达第一条路由器 第一条路由器呢 会把第一个主播报文呢 封装成一个单波的注册报文 把这个报文呢 以单波的形式发给RP 就是问RP 下游有没有主播组流量接收者 如果有 那RP呢 会把这个注册报文解封装 解封装成什么 主播报文 沿着我们的RPD数 往下发是吧 并且呢 给我们的第一条路由器 返回一个South Commergy的教育 告诉他 可以使用元数 来以最短的路径 把主播流量直接发给我 并且呢 RP会给第一条路由器 返回一个单波的Register Stop 告诉他 请别再给我持续不断的 发送单波的注册包 并且这个时候 报文到达最后条路由器 最后条路由器呢 它有一个元数切换预值是吧 这个预值是0KBPS 那这就代表 它只要收到了一份组播报文 它会立即把我们的共享数 切换成元数 切换的方式就是 它发送South Commergy的教育 一跳一跳的 发给我们的第一条路由器 而到达切换路径的 这台路由器而言 它呢 会给RP发送一个什么 发送一个RP制位的 这一个Promo文 这个报文发送完毕之后 我们最终路径就是 这样子 可以吧 好 那我想问一下 PMSM 貌似麻烦过头了吧 你这么的麻烦 貌似得到结果 最终跟我们的DM有区别吗 我们刚刚研究DM 最终路径也是这条 你弹疼吗 为什么要使用SM 它的好处呢 来 叫老板说起 PMSM的好处呢 那你 可以自己选路径 你选来选去选的跟DM也一样 好 DM 它上完是怎么做的 我不管你有没有接收者 我不管321 先给你把报文拖下去是吧 而这样做的缺陷是什么 极大程度浪费带宽是吧 而SM SM第一条路由器 在给域内下放 主播流量之前 是不是先问了RP啊 我们刚才的例子是RP知道下游接收者 如果下游没有接收者 RP收到注册包之后 先把注册包给丢了 接下来呢 直接给我第一条路由器返还一个register stop 你觉得这有实现什么 我们组播组流量 是不是到这里 就给丢掉了 能理解吧 再问一下 SM相比DM 好在哪里 只有知道有接收者的时候 才会把正确的组播流量 按照正确的路径 发给正确的接收者 而DM呢 我管你有没有 我直接就给你发 能理解吧 节约性能吧 是吧 节约链路带宽吧 没问题吧 所以说呢 建议使用PIM的SM 这个拉模型知道了 什么叫推 就是我尽可能把流量给你推下去 是吧 而拉呢 是我尽可能的不把流量给你发下去 能理解吗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好 休息一下 好 那个PIM的SM呢 这个 我就不再给大家提了 这个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 回去看视频好吧 这个呢 咱们就 过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就是 怎样去部署PIM 那PIM呢 还是按照我们这个错误来部署吧 好 这边呢 要把我们的PIM的DM 切换成SM 其实命令呢 非常简单啊 命令只要把接口的PIM的命令呢 给切换一下就可以了 没问题吧 好 那这个时候 在切换之前呢 需要先提个概念 在我们这个域内 如果要部署PIM的SM 我们一定要先定一个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先定一个RP是吧 这个RP至关重要啊 RP应该是谁啊 就是某台路由器的某个接口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假定让R1的还回口 成为RP 对吧 这个RP呢 在定义的时候三种方式 咱们呢 先来定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净他RP 这个净他RP呢 就是通过全局的一条命令 来指定 让我们成为RP 对吧 那当然了 这个命令呢 我们在指定的时候 需要注意 你一定要在所有启用PIM的路由器上 都指定 包括RP本身 就是告知域内所有路由器 哪台路由器的哪个接口 是我们的RP 对吧 好 这是第一步 那我想问一下 定义好了RP之后 假设我们把RP呢 定义成了R1的还回口 那这个时候 R1 是否需要把我们的RP的地址 就是把这个RP的接口啊 宣告进我们的IGP啊 要不要 要还是不要 为什么要 原因很简单吗 如果你不宣告 首先第一点是吧 第一点是 STAR COMMERG的教育发给水 我没地儿可发是吧 第二点呢 我的REGISTER报文 发给水啊 是不是也没地儿发 注意啊 我们的PIM的SPASMOD 完全依赖用的RP 如果没有RP 这个机制完全无法工作 所以说注意 第一点是 所有路由器 都要定义RP在那里 包括RP本身 然后呢 RP还一定要把这个RP接口 宣告进我们的IGP 对吧 不然呢 运行不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 那这个时候呢 R1呢 我已经非常侥幸的 之前呢 把他的还回口 宣告进什么 我们都SPF了 我们来收一下 收IPProtocol 是吧 我们有把我们的还回口 宣告进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只用直接来定义命令 就可以了 命令呢 从R5开始定义 先把R3的给我PIN停掉 已经停掉了 R5 全局配置模式 IPPIN RPAdress 后面呢 加上我们的RP的地址 1.1.1.1 后面呢 还可以加一个ACL 这个ACL是什么意思 默认情况 我RP呢 是分组的 能理解吧 我可以让一台路由器的一个接口 成为某些组的RP 当然了 也可以让它成为所有组的RP 如果我这条命令 直接在这个地方回车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成为所有组的RP 那如果我想精确一点 我只希望R1的还回口 成为R4.1.1.1的RP 怎么办 我起个标准的ACL 匹配R4.1.1.1 然后接下来呢 我在写这条命令的时候 后面带上那个ACL 就可以实现这个精确的定义 能理解吧 好 那当然了 我们实验中呢 不需要 直接回车 R1 IP PIM 模式怎么修改 那就更easy了 直接进入我们的接口 IPPIM 刚才是DanceMode吧 现在呢 现在只要改为 SpassMode都可以了 踏着 PIM PIM 点 prone Crisis 好全部呢改回来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重新建立邻居 或者什么样 show ip pin enable 貌似这里面显示不出来是吧 那想写是怎么办 这边还不给我们看详细 不给我们看详细 我们只能show这条命令 show ip pin rp napping show这条命令 这条命令呢显示了我们的rp的位置 对吧 现在呢对于这所有的组播组地址 我的rp都是1.1.1.1 然后呢选举的方式是通过静态选举 对吧 每台录路器呢得到结果都一样 那接下来呢想要真正的看到 spars mode跟我们的dance mode的区别 我们只能在show ipm入图上看到 好此时呢 r3没有发送组播组的ping是吧 而r2呢已经加入了r4.1.1.1 那我想问一下此时哪棵树你形成了 哪棵树你形成了 我们的rpt树是吧 里面的成员哪些路器啊 r1和r4是吧 那此时我们在r1和r4上 是不是都应该理所当然收到什么 star commercie的表象吧 是吧 先从r4上show一下 show ip mroot 是不是啊 收到了吧 这边有一个sjc s就是spars mode 是吧 这呢 这叫做join spt 然后呢 c呢 c叫做connected 对吧 而我们的r1呢 show ipmroot 一样吧 我r1也有这么一个表象 没问题吧 标识就是spars mode switch1呢 switch1是空的吧 诶 那这你们switch1怎么会有 这是bug 不用管 我这个连接是个全互联 r5上收起 哦 r5是不是就没了 那正常情况就是 你连接接收者 所在的 直到rp的这一段路器上 都会拥有什么 star commercie的表象吧 表明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rpt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r3开始发送ping包 对吧 ping r4.1.1.1 repeat 1000 好 首先通了是吧 接下来我们来一台一台看表象 首先是r5 show ip mroot 为什么是sus commercie 原因是第一条路 游戏到达rp之间 是spt吧 是吧 好 r1呢 r1现在也变成了spt了吧 是吧 原因是我这一段里面也包含rp本身吧 接下来再在r4上看一下 show ip mroot 好 大家神奇的发现 我r4也变成了spt了吧 是吧 为什么 原因是 我的这一个竖形结构的切换吧 首先问一下 切换是谁上面切换的 在我们这张tap中 谁执行切换 谁 阿姐 是r4吧 我说过切换就是谁啊 肯定是最后一条路由器吧 我们在最后一条路由器上 只要收到了 沿rpt数发现了第一份组博报文之后 就会自动实现一个切换 那问一下 在我们这个环境中 你切换不切换 我们的竖形结构有区别吗 没任何区别啊 那这个时候见不见你切换 不建议是吧 那不建议切换 怎样让他不切换 嗯 修改我们这个切换预值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问一下 在哪台路由器上修改 我们想修改这个竖形结构的切换预值 在哪台路由器上修改这个材数 那理所当然应该是r4嘛 是吧 你r4执行切换是吧 好 我们做一下 看一下命令 ip pin spt spt threshold 这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我的最短路径数的切换预值吧 这个预值 缺省值是0嘛 你可以修改为任何一个值 这个值描述都是什么 都是kbps嘛 是吧 那当然了 也可以输入infinity infinity是什么意思啊 叫无限吧 无限什么意思啊 就是永不切换是吧 好 我们来提高一下 接下来 clear I clear Igmp Ip Igmp group clear Ip mroot 新 好 我们清一下 待会呢 等待重新收敛 重新收敛完mich后呢 我们再来收一下 好 大家发现了吗 此时的表现 只有什么 start homergy 是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重点放在re上 我们在re上再来收一下 我们发现啊 re虽然现在 它拥有什么 这个south comergy的表象是吧 而这个表象的 outgoing interface list里面 我们发现 只有一个接口啊 这个接口哪个接口 就是连接r4接口啊 我们之前在运行dance模式的时候 是吧 还会包含连接switch的接口 那为什么这时候这个接口没了 这也正好体现了这个拉模型的原则吧 我们使用dance模式的时候 FA的零杠零口之所以在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那个接口仅仅是被pon了 是吧 三分钟之后这个接口依旧会发吧 而我们使用spas模式呢 你有没有可能通过FA零杠零口化 不可能是吧 因为那下游根本就没有rpt数嘛 是吧 没有接收者嘛 这证明了使用spas模式 我只会把祖博流量 发给真正拥有接收者的网站 能理解吧 更加的节约我们的表现空间 可以吧 好 在这里呢 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运行spas模式的时候 虽然命令很简单 但是呢 你一定要通过这些收命令 来检测我们部署到底有没有完成 这个配置呢 其实试人都会配啊 接口起个模式就可以了 命令比所有IGP都简单 但是呢 在检验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问题 你这些收的信息看不懂 那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能理解吧 这边呢 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接下来呢 关于我们的静态的rp呢 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我们现在的配置 基于静态rp配置的 这个静态rp配置 大家觉得好不好 觉得怎么样 不好 为什么不好 原因是这个静态rp配置 有没有冗余性啊 没有吧 你现在re是rp吧 那我问了 你re的还回口当了怎么办 那我这整个欲是不是都瘫了 是吧 那怎样做能够保证 我们在定义rp的时候 能够拥有冗余性啊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主rp 再来几个后辈子 你主的当 我后辈能起为新的rp 那这样是不是更加优化 导致我们的主播的可用性 是不是更强啊 那怎样实现呢 我们之前说过选举rp 有三种方式是吧 静态已经搞定了 那接下来剩下的两种 我们都称之为叫动态rp 动态rp呢 分两种类型 一个叫做outrp 一个叫做bsr 可以吧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第一种 接下来呢 重点研究下面两种 其中第二种为最重点 首先介绍一下 动态rp呢 分为什么两种 一个叫outrp 一个叫bsr bsr呢 翻译成中文叫自聚路由器 这两种方式 我们差别呢 其实机制上 基本是一样的 bsr是盗版我们的outrp 对吧 outrp呢 是一颗私科私有的 动态性rp的机制 而bsr呢 是一个公有标准 能理解吧 一般呢 在私科路由器上 我们建议使用outrp 而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呢 我们建议使用bsr 为什么 因为bsr所有厂商都能识别 是吧 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使用outrp 这你妹他还不画了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使用outrp 他能为我们实现什么 他能为我们实现的第一点 就是让我们的rp 拥有冗余备份性 所谓的冗余备份性就是 我们一股脑定义多个rp 一个为主 所有为备份 是吧 主的当了 备份中起一个成为新的主 再当了 再起一个主 能理解吧 而静态rp 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一点 因为我们在全局配置模式中 指定静态rp 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配置了一个新的地址 那之前地址就会被我们覆盖掉 能理解吧 好 接下来 重点先介绍outrp outrp呢 在部署的时候呢 是一个基于cs模型的写意 这里面c是谁呢 c我们称之为叫crp crp什么 叫做candidate rp 叫rp的候选人 可以吧 而s呢 s我们称之为叫ma ma我们称之为叫印射代理 讲的比较专业啊 我们来讲简单一点 crp就是想当班长的人 ma就是班主任 我一群想要当班主任的人 而一群想要当班长的人 我来竞争当班长是吧 而这个时候谁成为班长 由班主任说的算是吧 在这里注意啊 当我们把一台路由器的一个接口 定义为crp之后 该路由器呢 会周期性的发送这么一个报文 这个报文我们称之为叫announce announce报文 叫通告报文 这个报文发往哪里呢 发往一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地址 这个地址就是r4.0.1.39 好 这个地址貌似大家见到一个类似的 我们之前见到是r4.0.1.40 是吧 我们之前说过 你一台思科路由器 只要启用pim 我自动就会监听 这个组博组地址是吧 但我发现我监听的不是.39啊 那就是奇怪了 你想要当班长的人啊 你发送这个nounce信息 说我要当班长 而你这个报文是发给r4.0.1.39 我正常路由器识别不了啊 那这是怎么办 那我们就隆重的欢迎班主任出场 班主任呢 当你起围了ma 我就比较奇怪了 一个ma 我既会监听r4.0.1.40 还会监听r4.0.1.39 可以这么理解 能够监听r4.0.1.39的路由器 只有我们的ma 可以吧 那这个时候 我这个nounce报文呢 肯定就能够发送给我们的ma了吧 ma收到所有crp给我发送nounce报文 我得要做一个比较吧 我要选出一个人作为真正的rp 选怎么选 比ip地址吗 谁的rp的ip地址大 谁就是rp吗 那这样来我比出来之后 我本身肯定知道rp是谁了吧 那我有没有结束工作 没有吧 我得要在全班通告 谁是班长是吧 怎么通告 当选举完成之后 ma呢会发送这么一个报文 discovery报文 这个报文呢 发给r4.0.1.40 而这个报文干嘛用呢 就是告诉所有路由器rp是谁 而这个地址大家再熟悉不够了吧 只要你一台思科路由器启用pim 我就会监听这个地址吧 而这个地址就是用来监听我们的ma所发送的这个discovery报文 能理解吧 那当然了 现在不是有多个crp吗 其中有一个成为了真正的rp rp挂了吗 那我其他的crp又能成为新的rp了吧 好我想问一下 使用auto rp这个机制比较好就是rp可以备份吧 那ma我们要不要备份 ma我们要不要备份 哎你要这么想啊 我一群人想竞选班长是吧 就为了防止选上的人挂掉吗 有备份吗 那你谁来宣告班长的身份 班主任是吧 行动学们假设班长没挂你班主任挂了 那是不是还是一样没人知道班长是谁啊 所以说你班长要备份 你班主任也要备份 就是防止班主任挂了 有新的班主任来通道班长是谁 能理解吧 那现在来个问题啊 你班主任多了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crp的选举啊 会不会 会不会说是你只有一个班主任 你选的比较精确 你多几个班主任 你开始吵架了 会不会 不会啊 其实我们选班长原则很简单 谁个子高选成为班长 这个个子高低一目了然是吧 不可能选错了 所以说呢 由于选举的原则是一样的 你不管有多少个班主任 我们选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能理解吧 好 一般情况 真实情况下怎么做呢 R1连接R R1成为crp的同时 R1成为ma R2成为crp的同时 R2也成为ma 成为一个什么 双向的备份 能理解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真实的实验环境中 部署我们的autorp 大家觉得 使用pim的spas模式 能不能搞得定 我们使用pim的spas模式 来部署我们的autorp 能不能搞得定 答案是肯定 搞不定是吧 为什么 因为你crp发送的announce报文 是以组播形式发送的吧 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使用pimsm 这个时候 我接收到你announce报文的路由器 需要干嘛 需要把你这个announce报文 封装成一个register报文给rp吧 而这时候有没有rp啊 有没有rp啊 没rp吧 我发送announce报文就是选rp的嘛 我rp还在选 那你rp哪里有啊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announce报文传递不了的吧 而你discovery报文能不能传递 是不是也一样传不了啊 你discovery报文干嘛的 就是来通告rp是谁的嘛 你rp是谁还没通告呢 那我第一条路由器收到你discovery报文 我怎么把你传递给rp啊 你传递不了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注意啊 在纯spot模式中 我们使用out to rp 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原因很简单 我就是要选rp 而在选rp之前 这些announce报文和discovery报文 我们是不可能发送出去的 能理解吧 那现在比较尴尬 我选rp就是在spot模式中选吧 而你在选rp的时候 我announce报文 discovery报文都发不了 那你不是纠结了吗 那怎么搞呢 给大家两种解决方案 诶 不听话 好 使用 out to rp 原则 第一点 第一点 整网 迁移 使用 spot dance 第二点 依旧 使用 纯 spot模式 但是 所有路由器 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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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ip p Dance模式呢按照名字已经很好理解了 就是把Spas模式和Dance模式合二为一 我在这个接口启用这个模式之后 我收到祖博报文 我会优先考虑使用什么 Spas模式 如果找不到RP 发现使用Spas模式失败 那怎么办呢 为了让我们的流量通 我会借而使用Dance模式来转发报文 那我想想 这个时候使用SpasDance模式 我们的Nance报文能不能发 肯定能发吧 我要发送Nance报文 我第一跳路由器收到报文之后 发现没RP是吧 那我就直接使用Dance模式给你泼下去了 是吧 我Discovery报文是不是也一样的 只有Discovery报文传递完了之后 我们的RP的位置知道 身份知道 那接下来大家在转发祖博流量的时候 我们再签一道使用什么 Spas模式 能理解吧 好 这是第一个特性 第二个解决方案呢 是所有路由器上启用IPPIM的 Altrp listener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诡异的PIM的高级机制 这个机制当在路由器上启用之后 能实验什么呢 就是当我一台路由器 收到了Nance报文 或者Discovery报文的时候 我单就对这两个组播组的流量 使用Dance模式转发 能理解吧 好 这也是一种方案 当然了 我更建议使用什么 使用第一种 因为第一种在企业中部署 可用性会变得很强 能理解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使用第一种来部署我们的Altrp 对吧 想不想看一个失败的部署方法 想不想看一下失败方法 如果想要看失败的方法 我们现在是SPAS模式吧 可以直接部署Altrp 你部署的结果肯定是 要不要看 看一下 好 那看一下 我们依旧使用R1成为Altrp 接口宣告进行OSPF 接下来呢 使用这条命令 Ippim Ippim sendrp announce loopback10 后面呢 加一个scope scope我们打为5跳就可以了 这个5代表什么意思啊 描述你这个announce报文呢 能发起跳 能理解吧 我们只要保证这个跳数 足够所有路由器能收到就可以了 是吧 其实更甚至说 你只要保证这个announce报文能够被什么 被我们的MA映射代理收到 是不是就可以了 没问题吧 后面呢 可以带一个ACL grouplist 这个grouplist呢 是用来嵌套一个ACL 告知我们的MA代理 我希望成为哪些祖博组的RP 可以吧 若不带呢 若不带直接回车代表 我成为所有组的RP 可以吧 好 接下来报错 为什么报错 说你要启用Altrp 你把一个接口定义为CRP 你一定要把这个接口启用某种模式的PIM 为什么 其实原因很简单啊 我阿姨把我的还回口实作为CRP 那这个时候 我还回口实 是不是开始生成我的announce报文 我的announce报文 是不是第一条通过还回口实发给我阿姨啊 那相当于这个接口 就是一个逻辑的承载祖博流量接口 而你这个接口没有启用PIM 你能不能接受祖博流量 你接受不了是吧 所以说呢 你这个接口也需要启用某种模式PIM 我们就起个spac mode吧 IPPIM spac mode 可以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请用一条命令 可以吧 好 注意啊 我们在CRP上干什么事情啊 第一件事 把CRP的地址宣告进我们的IGP了 第二件事呢 在CRP定义的接口上启用一个PIM的模式 接下来定义MA了吧 MA这时候我们让Switch1做吧 可以吧 让Switch1做MA 一样 起一个 不用起了 直接用它的黄口零做吧 好 IP PIM Send RP Discover 记号命令语法 刚才定义CRP使用announce吧 原因是我发送就是announce报文了 而现在定义MA呢 是用discovery 因为我发送就是discovery报文 Lubbeck0 一样加一个scope 后面加个几 随便吧 我加个10吧 然后呢 大家发现 我这个 MA定义的时候就没有跟一个group list了 为什么不能跟 原因是我MA只是宣告CRP的身份是吧 而我CRP本身在竞选的时候要求 我成为哪个组播组的RP 能理解吧 MA呢 干涉不了 可以吧 好 直接回车 好 又报错了 报错什么 一样吧 我MA这个接口 是不是也要起用PIM吗 原因是我MA要发送discovery报文吧 报文初始肯定是通过我的环核发送吧 一样原理啊 能理解吧 好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CRP和MA在定义的时候两点 第一点是把相应接口宣告进IGP 第二点是把相应接口启用PIM的某种模式 然后呢 接下来使用我们的相应的定义命令 是不是就可以了 就这么几步 可以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R5上看一下 showIP PIM RP Mapping 我有没有找到 我这个局 我R5居然找到了 我R1也找到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找到了 原因是我现在有静态RP啊 我静态RP是R1嘛 那我第一条路过去收到报文之后 我当然知道发给水了 能理解吧 我得要先把静态RP给弄掉 我说咋这么神奇 No IPP RP address K吧 好 现在咱们再来看一下 首先是R5 showIP PIM RP Mapping 马丁选上了 咱们把命令先给弄掉好吧 命令先给弄掉 重打一遍吧 好 反正刚刚知道原则了 no IPPIM sendRP announce Lowback10 no IPPIM sendRP discovery lookback0 对吧 好 都给弄掉了 好 我想再收一下 你现在再给我用 你还是有 不会吧 clear IPPIM Rp Mapping 清一下 clear IPPIM Rp Mapping clear IPPIM Rp Mapping clear 重新 咱们定义一下 先是 CRP 可以吧 IPPIM sendRP announce Lowback10 scope5 R6 Switch Ipp sendRP discovery Lowback0 scope10 好 R5 咱们来拭目以待了 show IPPIM Rp Mapping 这就是正确的结果 木有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起了 PIM sm是吧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方法二吧 方法二只用加一条命令 在我们的全局 加一条这个命令 IPPIM R2 Rp Listener 再次回顾一下 该命令干嘛呢 当我收到 发往.39 和.40 的组博组流量的时候 我怎么着 对于这两个组博组地址 我使用Dance模式 去处理 可以吧 IPPIM R2 Rp Listener IPPIM R2 Rp Listener IPPIM R2 Rp Listener 对吧 R5 show一下 show IPPIM Rp Mapping 是吧 效果立竿见影吧 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把所有接口的类型 改为什么 Sparse Dance模式 是吧 好 我接下来告诉大家 改成Sparse Dance模式第二个考诸是什么 第二个考诸就是 改成Sparse Dance模式之后 我们使用BSR 一样可以实现 我们的选举 能理解吗 因为BSR 选举Rp的方式 跟我们的CRP一样 而我们的BSR 使用的选举的 组博组地址 跟我们的CRP 就不太一样 能理解吗 所以说呢 我们的AutoRp呢 使用这个私有的机制支持 仅仅是能够让我们的AutoRp工作 而想要让AutoRp和BSR 同时工作 就一定要启用 Sparse Dance模式 黑了 好 选举把他要命给弄掉 NoIPP AutoRp Listener 把所有的接口 起为什么 Sparse Dance模式 IP PIM Sparse Dance模式 IPPIM Sparse Dance模式 R1 IPPIM Sparse Dance模式 Interface FA0-0 好 把刚才那个命令 给去掉 NoIPP AutoRp Listener Switch Switch IPPIM RPMapping 对吧 showIPPIM RPMapping 没了 它是周期性放送的 过一会儿就会有 sparse dance mode sparse dance mode sparse dance mode 可以的 这是对的 sparse dance mo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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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交换机还没有SE 我就只能begin了 sparse dance mode 可以吧 好 再收一下 showIPPIM RPMapping 是吧 也出来了吧 效果是一样 没问题吧 好 啊 问号 这问号不用管啊 这就是RP的地址 版本2 版本1都兼容 这是什么 MA的地址 是吧 然后呢 选举通过 autoRP选的 它能够成为 所有组博组的RP 可以的 接下来 R3PIM一下 PIM R4.1.1.1 Repeat 100 PIM不通 啊 通了 刚才我清表象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可以吧 线拼通了吧 那就正常了 可以吧 好 接下来呢 关于我们的autoRP和静态RP 问一下大家 如果我既手工指定静态RP 又指定我们的autoRP 哪个生效 好 大家都已经误入一个误区了 在这里注意啊 静态RP的优先级 比autoRP要低 可以吧 静态RP的优先级 比autoRP要低 如果希望静态RP优 怎么办呢 需要使用这么一条命令 看好了 静态RP怎么定义的 IPPIM RP的address 是吧 后面有一个 叫override 这个override什么意思啊 当我们这么定义的时候 这个静态RP的优先级 才能够覆盖任何的动态RP 可以吧 好 接下来一点点时间 给大家再演示一下BSR 可以吧 好 BSR呢 咱们来先介绍原理啊 BSR的原理呢 跟我们的autoRP 基本是完全一致的 BSR呢 定义了两种 角色吧 也是CS模型 其中C是什么 C叫做RP的candidate 我们简称叫RPC 而S呢 S我们称之为叫BSR的candidate 一样描述一下 RPC就是我们的CRP BSRC就是我们的MA 可以吧 好 接下来教大家怎么配置 一样 咱们来启用一下 R1 咱们来成为BSR 好吧 好 看好命令啊 我依然要R1成为什么RPC IP Pin 叫做RP candidate 可以吧 Luback10 后面呢 还可以手工的定义优先级 这个优先级呢 是我们BSR选举的一个重要指标 优先级值越低 该设备越有可能成为什么 越有可能成为RP 没有问题吧 好 在这里注意啊 我们选BSR比的时候 先比优先级 再比IP地址 优先级是谁越低 谁有可能成为RP 比地址的时候呢 也是谁越低 谁有可能成为什么RP 可以吧 接下来呢 R6 一样的 起下命令 IPPin BSR candidate Luback0 直接呢 回车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吧 好 接下来 我们在R5上 验证一下 show IPPin RP Mapping 那看这里 现在 我一样得到了RP效果了 但这边看到了 VR什么 BSR 是吧 在这里呢 提一下三种选举 对于斯科路级的优先级啊 优先级最高的是 R2RP 接下来是BSR 接下来是Static 可以吧 好 关于我们的RP选举呢 就告一段落 那接下来呢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 Pin的DR的概念 我们之前说过 Pin的DR有什么用啊 我们来写个文档总结一下 Pin的DR Pin的DR 在这里注意啊 在Igmpv1中 充当查询者 在Igmpv2中 无用是吧 好 接下来 我们学完了PinSmdm 我们来回到我们的交易片 我们来看这么一个现象 我们现在呢 最后一条路级器 是不是只有一台 如果这个时候我加了一台 那我想问一下 我加了一台最后条路级器 由谁向RP发送 Stat Commerge的Join 能不能两个都发 肯定不能吧 如果你两个都发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RP收到了组播流量之后 会两个都给你发下来 这是不是就重复报文 这里注意啊 我们这是不是一个MA网段 你要选DR 好 由谁发Stat Commerge的Join 由DR发 再来关注这里 第一条路级器 是不是只有一台 咱加一台 由谁发 Register报文 能不能两台一起发 两台一起发 我给你RP发送相同的报文 是不是又是重复报了 是吧 由谁发 这也是个MA网段吧 要选DR的吧 谁发 DR发 DR呢 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什么 Spath模式中 可以吧 而在Dance模式中呢 DR是没有用的 没问题吧 在Team的DM中 DR无用 在Team的SM中 DR负责发送 Star Commerge的Join 以及South Commerge的Register报文 可以吧 好 这就是PIMDR的作用 再次回顾一下 DR怎么选呢 先比优先级吧 谁越高越好 再比接口的IP地址 谁越大越好 可以吧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 主播的所有内容 好吧 好 肯定 肯定是都有问题 行 咱们到此为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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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